黑龙江建三江法院去年12月曾开庭审理石蒙文等4名法轮功学员 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一案 当时案件未审结 上周四 建三江农坑法院官方网站公布 将于1月8日上午10时在农坑法院前进人民法庭公判庭继续审理该案 不过 有关的开庭情况 四人的辩护律师此前却一无所知 也没有收到通知 本周三赶赴建三江了解情况的王宇 张维玉等律师 不但无法见到审判长 在法院更遭到无理要求 张维玉律师当天下午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因为这个庭明天就要开了 但是现在你们是暂时是无法出庭的是吗 明天 去年庭审前夕 律师们也遭到多番刁难 阻挠他们进入法庭 而由于不满庭审时 法院多处程序违法 六名辩护律师与当事人解除了委托关系 以抗议法庭非法庭审 随后 在四名被告及家属的要求下 律师们又重新签署了授权委托书 并将有关文件以快递的形式邮寄至法院 张维玉认为 此次法院之所以蛮横开庭 是因为他们害怕律师发表意见 对于这样明显违法的行为 他们将提出控告 除了律师无法出庭辩护外 被告的家属也在开庭前夕遭到当局严密监控 被告之一石梦文的侄子周三告诉记者 法院网站公布庭审安排的一日 石梦文父母的住所外就出现了监控人员 至周三中午 人数更增加至20多名 说那个家属要去买菜也不让 后来质问他给了他们那个管事的打电话 他们说你要买菜呢 让监控的人跟他去 就是不让出去 就是限制人身的自由 而且给相关部门打电话 找他们管事的打电话 他们有刮断 所以回了短信就正在开会 石梦文的姐姐那也是 就是晚上楼下两台车 石梦文的嫂子的妹妹也是今天三个人跟着他们 二叔在三家对监控 石梦文的侄子说 周四就要开庭 可家属目前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去年3月20日 维权律师唐吉田 江天勇 王成 张俊杰等人 前往黑龙江农肯总局青龙山农场的黑监狱 法治教育基地 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公民 3月21日 所有11人被当地警方带走拘押 其中 石梦文 王燕兴 孟凡丽 李贵方等四人一直未获释放 后被当局指控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而在律师们对庭审过程中的违法控告才过去不久之际 当地公检法进一步的违法行为引发民众感叹 剑三将当局要一丝不挂地裸奔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